这是一场极度疯狂的比赛 奥运会还没有开始 金牌和银牌就基本锁定下家了 每一个参与者和围观者都知道 其他人是去竞争第三名的 这就是女子400米蓝项目 2021年东京奥运会 22岁的悉尼麦克劳林在女子400米蓝项目中摘下金牌 当时21岁的费姆克伯尔屈居第三 拿到了铜牌 而这一战 也拉开了两位巨星未来多年正面对战的帷幕 麦克劳林的实力有多强 2022年俄勒冈田径世锦赛 麦克劳林以50秒68的成绩夺得金牌 打破了他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 两周前的美国田径奥运选拔赛 麦克劳林以50秒65夺冠 再次打破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 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突破51秒大关的 女子400米蓝选手 截至目前 24岁的麦克劳林已经5次打破女子400米蓝世界纪录 仍然是排行榜上历史第一的位置保持者 与此同时 他的竞争者费姆克伯尔也非常强劲 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时 他以52秒03的成绩拿到铜牌 本以为这个成绩已经十分惊人了 但过去三年时间 他的进步和提升每日巨增 2022年国际田连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战 费姆克伯尔以52秒27的历史第二号成绩 夺得金牌 并且打破了赛会记录 正式向麦克劳林发起了挑战 随后的俄勒刚世锦赛 他又跑出52秒27 夺得银牌 证明了自己的稳定性 2023年 博尔在世界田连钻石联赛 布鲁塞尔战跑出了52秒11的成绩夺冠 而这一年 他的最佳成绩 已经达到了惊人的51秒45 几天前 他在2024世界田连周际巡回赛挑战者赛事 瑞士拉绍德风战直接轰出了50秒95 成为了继麦克劳林之后 历史上第二个突破51秒大关的女人 虽然说 在麦克劳林和博尔同场竞技时 两人还有一定的差距 但随着博尔的不断进步 这种差距似乎正在变得触手可及 0.3秒的差距 临场时刻的表现 都会影响到比赛的最终结果 可是不管怎样 似乎没有人可以真正威胁到 他们俩的成绩排名 历史前二的巨星大战 凡人只能靠边站 对于第三名来说 真的是太难受了